北京人见到面说 说您吃了吗 对吧 我们安阳人见到面都是这样说 你抓了呀 啊 抓了啊 就是打招呼的意思 哇 真好用啊 对啊 见了人以后就见了人就很抓了 抓了啊 然后他就说 啊 自己人 儿子在地人 对啊 对啊 安阳人平常说话就是说 说昨日 真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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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然后后边那个呢就是说 隔起 隔起 说两个小孩在那儿隔起 啊 其实就是两个小孩在那儿 就是打架呀 吵架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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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叫隔起 那个就是闷不得嘞 闷不得嘞 闷不得嘞 说这个人 你看他平常不好说话 就闷不得嘞 闷不得嘞 老师还有第二个 笨嘞 笨嘞 这个呢 就是说有哪样人说话 就是说这个人 他不能绝对来把他立即成是老神 而是说这个人很憨厚 我已经听不懂了 这就是说他 这个人很憨厚 憨厚 憨厚 憨厚这个词应该有 当然了 说这个人呢 他不仅仅憨厚 他就是说可以用哎呀的术法 就是说 这桌有点刻笨的 他说我老笨的 假如说你在这个桌子上刻了一下 再而 笨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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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笨字 哈哈哈 哦 笨字 哈哈 有趣 我超喜欢学方言的 天窃啊 对 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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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阳美食本地的特色美食 那么除了爱阳美食以外呢 我觉得应该让大家再多多少少了解一些这个爱阳的本地这个叫什么呢 俗语 就是说我们平常说就是说土话吧 哈哈 有趣的爱阳话呢 是让来到店里的更多的外邻朋友啊 更多的去了解爱阳 就是说 buddy 的